不… 四子裡的個性不同 陳樂均這個人 只希望能生存 一個沒有根性的 順一其實他沒有甚麼事業深 貪靈 贏了 看了路了 就帶了鐵鐵 很衝動 很有義氣的人 很自卑 很低調 不知為何星星相識 我們四個人就很快可以 走在一起做朋友 就是這群無家可歸的人 他們聚在一起 有一個歸屬感 你剛才也很快沒有人 基本上大家都很有默契 很快就已經捉到自己的角色 其實很有默契 一個人跑 其他人都一起走 因為我們有很多動作戲 有時候可能有某些動作 做的都做不到 特別在那些位置 我們真的會互相鼓勵 不知博哥哥我覺得 令到大家更加進入角色的角色 衝 我們有時候會嘗試很多 接下來的戲會怎樣演 但我們不是認真演的 我們是玩著搞GED 但搞了搞了GED又會撞 即是埋位要撞到一些東西出來 老闆 走 走 你可不可以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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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很想找一些香港新一代的演員合作 我看過他們一些作品 而是很想合作的演員 而他們的戲質也挺像漫畫中的角色 還有阿峰我覺得 當我要決定在一個人文裡的時候 我覺得他經歷過戰火 來到香港那種迷惘 應該要找一些有經歷的演員 而這個年齡層我覺得阿峰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打算全世界都在這裡 難貴子妖 飄來飄去 都不知道飄到什麼時候才落地 有個心理就這麼決定 我覺得龍遠鋒是挺愛惜年輕人的 龍遠鋒在這幾個人最重要的時刻 都出現過或者幫過這幾個人 竟然突然有一個人是會去肯接納他 甚至給一個地方去安置他 所以他到後來是會為這個地方 打生打死 我自己覺得第一次想龍遠鋒這個人物 就很直接就是會想到故事 一個好的經驗演員 或者他在這個圈的一個位置 或者是他跟一班年輕演員那種關係 他有適當的高度 但是他不會跟他們有一個很大的距離 看他平時在拍戲和現場阿謙 和阿峰那種關係 他們很尊敬這個人 但是他也會跟他們開玩笑和玩 蜘蛛 看這邊 都是看這邊 我覺得這種關係 其實我覺得挺像我生活中龍遠鋒的關係 因為其實龍遠鋒基本上就是等於城寨 其實我很討厭怪物 但是他選擇了相信龍遠鋒 我自己是龍遠鋒的角色 我不想他們每一個人去繼承這個地方 應該是大家守望相在 幫助城寨裡面的人 每一個人的生活 你一舊睡到天亮 不是因為城寨 你怎麼是城寨地? 以後城寨 就是你們那些年輕人的天下了? 城寨 好,好感動 好感動 還有,還有還有 好想哭 好感性的 moment 下次玩吧 好